电解质与酸减炎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练习 小齐将贝壳放入胜有醋酸的烧杯中 观察到贝壳上的气泡产生 核种方式可以减慢它的反应速率 这是101年的基测 一般我们都在讲增加反应速率 这时候要减慢 我们先回想一下贝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碳酸钙加上氢离子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讲醋酸的成分 这时候水溶液中会形成所谓的钙离子 另外还有水 以及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过程中如果要减慢速率要怎么做呢 A,我们把醋加热 加热会增加反应速率 可能不是最适合的 我们来看B,把贝壳磨成粉 磨成粉增加接触面积会加快 所以A,B悬崖目前都不适合 C,加入大量的水来增加石醋的体积 有可能哦 因为我们醋的浓度如果藉由加水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让它浓度下降 那会导致我们水溶液中的清几浓度也会下降 这时候可以减慢速率 另外用较浓的醋酸代替石醋 用比较浓的都会增加反应速率 所以为了达到要减慢的效果 答案要选C,比较适合 好,所以这里答案要选C,要减慢 再下一题 下图是不同温度下加益两种植物型光合作用的反应速率变化图 哪个叙述才对的 那仔细看这个图哦 越往右温度越高 那光合作用的速率 甲在大约20 大约在20多度的时候 达到最高 那乙大约在30度的时候达到最高 所以选项中我们来看一下 10度C的时候以光合作用效率比甲高 我们看一下10度的时候 10度的时候我们往上画一条直线 应该是甲大于1吧 所以在10度C的时候 应该是甲速率大于乙速率 所以A形象的叙述是错的 B,30度的时候 甲的光合作用效率比乙高 30度我们这条线一画 在上方的应该是乙值5 下方才是甲值5 所以应该是乙大于甲 所以30度C也不对 C单位时间内乙值物在30度C产生的糖类 比20度C多 我们看一下乙的30度C的位置在这里 那20度C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所以乙应该在30度C的光合作用速率比较高 那我们说光合作用的生成物主要是葡萄糖 所以糖类应该是在高温下的速率产生比较多 所以答案应该是C是对的 好,那我们先暂定C为对的 最后一个 单位时间内甲值物在30度C产生的糖类 比10度C多 那我们看30度C的甲 30度C的甲在这里 蓝色的叉叉 10度C的甲在这里 也就是说10度C的反应速率比较快 所以反应速率越快 代表产生的糖类越多 所以这一题应该要改成 这个选项要改成 10度C比30度C多才对 所以答案唯一正确的只有C选项 所以答案这里还是选C 电解质与酸减炎 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来看常见的练习 这一题呢,题目稍微长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大致为了探索不同固体溶质对水的降温效果 设计了一个实验 下列是它的实验步骤 一取了四支干性的试管贴标签 分别倒入5公克的水 二每支试管加入了固体甲1-4 充分搅拌后观察测量后最低的温度 并测量记录所降低的温度 三分别用以炳钉取代固体甲 重复前面步骤 如图所示 这是92年基测的第二次考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表中 加以炳钉四种物质 分别都用不同质量去观察降低的温度 那这个数据呢,用作我们待会作答的依据 第一小题 它说以不同的曲线 分别表示加以炳钉四种固体的降温效果 那这个题目是要求同学将数据转换成图形的能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何者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 那重座标这边因为字比较小我讲一下 就是它降低的温度 那横座标指的是它使用的容脂质量 所以加以炳钉都分别用一公克、两公克、三公克、四公克重复实验 那你可以看到钾所降低的温度 应该是10.5度 所以先从钾的观念来看 可是到了两克、三克、四克的时候 它分别都只降12度 所以钾你可以先找出 钾是这一个每一个图的钾把它找出来 我们先找出钾 然后用消去法来作答会比较快 钾一开始降的温度比较多 后来加了两克、三克、四克的时候 能够降温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观察钾最后三个温度要相同 所以答案这个不同 应该要乘一直线 所以C是不行的 那钾的数据呢 最后应该要三个都一样 这也是不对的 只剩A跟B 那利用这个技巧我们再观察乙 乙的话第一个质量1的时候降低7度 质量2降低8.5 后来3跟4是10.5 所以观察乙 乙应该是这两个图 只剩AB可以选吗? 乙应该是一开始降低7度 所以呢 只有A选项适合这个题目的叙述 所以乙应该一开始一功课只降7度 后来8.5 最后两个数据要一样 那以这个图来讲 乙一开始降了12.5度 这是不对的 所以答案B不对 所以这个选项中只有A正确 答案要选A 第一小题选A 那你可以再继续将丙跟钾做确认 这样会比较完整 因为丁的话最后三个降温度一样只有13度 那丙的话最后两个是一样都只有10度 所以答案这一题选A是没有错的 那第二小题问说 在室温下分别5公克的水中 哪一种固体所降的温度最低? 那这个是使用数据的能力哦 我们看一下这四个选项中一克的甲 我们观察一克的甲只能降低10.5度 我们分别针对这个选项去右表去把它圈出来 2公克的乙 那我们圈2公克的乙 降低8.5 3公克的饼降低10度 4公克的丁降低13度 所以这样圈起来是不是答案就很快判别出来了 降温最多就是数字最大这一个 所以答案应该是4克的丁降温最多 答案这一题选猪 那现在下一个选项 在5公克的水中加入融质的降温效果 何者比较符合大致的实验结果 他提到 A不同种的融质而言 质量为1公克的时候 甲效果最好 是吗?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丁吧 丁的效果可以到14.2度C 所以答案第一选 第一选A选项的话应该是丁才对 B对不同种的融质而言 融质为4克的时候 乙的降温效果最好 我们来观察4克 4克的丁13度 4克的丁10度 4克的乙10.5 4克的甲12 看起来是4克的丁降温效果比较好 所以答案也是丁比较好 再来第三个选项 同一种融质都是4克的时候 其降温效果最佳 就是说对于相同的融质 都是4克的时候效果是不是最好 我们看一下 甲4克的时候降温最多 乙4克的时候降温最多 也没错 可是丁就不对了 丁在4克的时候才降温10度 可他一克就降温12.5了 所以丁来看的话不符合这个叙数 所以答案也是不对的 所以ABC目前都错 我们看第四个选项对不对 对同一种融质而言 当加入为3克或4克的时候降温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圈一下 东是3跟4克的时候是不是降温一样 3跟4克的时候可以看到 这个叙数是对的 因为东只有加3克或4克降温东是相同的温度 所以答案这个选项要选D 第四个选项才对 所以第三个小题答案也是出 所以答案Z也是AZZ 好 所以你再看一下 比较符合实验结果也是这个答案 我看见了 好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